欢迎来到趋势科技网安学堂 在这里你可以学到如何开心安全上网的技巧 透过本片你会了解什么是不实讯息 及五个片是不实讯息的技巧 每一天我们都会观看影片电影 及阅读新闻和查看名人消息 当你看到一些有趣奇特 或是令人悲痛的新闻影片及名人发言时 你会将它分享吗 它们可能是不实讯息哦 不实讯息是专为误导受众而创作的假资讯 一般会在网上被快速传播 不实讯息也可以是谎言 部分事实 一个玩笑 或是纯属某一个人的意见 有些网站全靠文章的点击率来增加收入 点击诱饵 就是利用夸张的标题来吸引读者 读者点击越多 网站就会赚更多 分享不实讯息也代表协助传播谎言 并可能对他人造成伤害 在你相信及分享一个资讯前 请先利用这五个技巧来确保它是真实 而不是假的讯息 第一 相信你的直觉 直觉会告诉我们一些不合理的疑点 如果有些东西好的令人难以置信 它极可能是不可信的 第二 尝试提出以下问题 其他人会怎么样看 可以参考家人及朋友的看法 内容是否有错字 可以信赖的网站通常都没有错字 照片及影片有没有被修改的痕迹 追根究底可以让你认真思考 第三 与成年人一起查证 要决定一个讯息的真假并不容易 因此与成年人一起查看其他网站就十分重要 事实查核网站可以提供协助 他们会检查新闻及文章 你可以在网上搜寻事实查核网站来找出他们 或是在搜寻栏输入你希望检查的新闻或文章 你知道你可以在网上搜寻一个图像吗 这被称作逆向图像搜寻 只要按右键点击图像并选取搜寻图像 就可以找到照片的更多资料 第四 假如你在网路上发现不实讯息 请不要加它分享 你应该进一步查证以找出真相 第五 在成年人的协助下通报事件 谨记以下五个重要技巧来辨别不实讯息 一 相信你的直觉 如果有些东西好的令人难以置信 他极可能是不可信的 二 提出问题可以让你认真思考 三 与成年人一起查证让你了解更多 四 不要分享不实讯息 五 请通报 你现在已经拥有充分知识 接受不实讯息的技巧挑战 请立即参加不实讯息问答游戏 假如你希望学习更多网上安全技巧 可以参考趋势科技网安学堂的另一集短片 谢谢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